慈禧作为一个女人 然后历经思维帝王 统治了清帝国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没有两把刷子 你是办不到 我通过讲一件事 大家能看出来 慈禧真的不是一般的女人 这件事不是正式记载的 而是出在两朝帝师翁冬河的日记 时间是1875年1月12号那一天 同治皇帝驾崩的一个日子 当时在翁冬河是在刑布侍郎 由于在审里 梁大午和小白菜一案 因此进宫的时间已经是深夜了 来宫门口接踏的是大内总管理宫 李莲英 李公公一见面就说 快走两步 慢走也可能快不行了 他不敢怠慢 跟着李莲英就到了养心殿 日记里还写到 那天天气非常寒冷 翁冬河身穿挑皮大衣 冻得瑟瑟发抖 一进院门就看见院子里 堆着火 十几个散弯法师 在廊下跳大神 等跟寿皇帝的太监 已经把机箱叫抬来了 在院子里等着 这种机箱叫 就是一种能搬动的窝榻 皇帝的棺材是停在寿皇殿 由于太沉了 不能抬到养训殿 所以只能等皇帝死了以后 再放到机箱叫上 抬去寿皇殿 那么在正殿的时候 里面已经跪满了文武大臣 自然空气当中 也弥漫弥漫了一种腥臭的味道 同治皇帝的卧榻 就在东短阁里 里边跪着的都是皇亲国计 公亲王一心坐在旁边 用热毛巾给侄子擦脸 而皇后阿鲁特 则是站在旁边发呆 慈安皇后则是坐在了床前的那个炕上 抹泪 唯独没有看见慈禧 日记里写道 王东和听见西暖阁有动静 抬头一看是慈禧正在坐在里面 拿着褶子正在和军机大臣跪梁讲话 他进了东短阁 找了一个门边的地方跪了下来 别看他的官职不高 但是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 所以他有资格跪在上面 王东和说 他觉得耳边有一阵风划过 抬头一看是慈禧静笑笑的走进来 手里还拿着褶子 坐到了慈安太后的旁边 一滴眼泪也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 同治皇帝突然大叫一声 从床上窜了起来 想说话又说不出 随机又倒下了 那么公亲王一心的从外面大喊 快拿还魂汤来 太监赶紧冲进来 公亲王接过还魂汤 给侄子灌了下去 可无论如何也灌不进去 同治皇帝就一句话也没有再说过 直接病天了 那么阿鲁特师呢 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慈安皇太后也哭成了个泪人 公亲王吩咐太监端来热水 掀开被子 脱下侄子的衣服 用热毛巾仔细的擦拭身体 同时皇帝的下半身全都是黑紫色 那臭味更加浓烈了 太监还拿到了大型皇帝的脸服和陀螺经 都是公亲王亲自给同治皇帝穿上的 蒙多河看着慈禧坐着一动不动 那么眼角的有泪水 可就是忍住了不出声 等一切都收拾停荡 慈禧终于开口了 他对公亲王一心说 那么咱们先说说大型皇帝立储的事情吧 话不多说 就凭这一段日记的记载 就可以看出慈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人不成事 老天爷都不答应 一个人能成功 除了一个个人能力之外 有时候运气真的很重要 慈禧的运气就是太好了 本来进雪秀进宫的时候 他才是一个贵人 可是近来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载纯 就是贤方皇帝 三个子女当中唯一的一个有存活下来的 结果呢 就是他们母平子贵 才能在贤方死后当上皇太后 否则早去慈离宫养老了 那么辛丑之变 辛丑正变之后 两宫垂帘听政 慈禧虽然处处巴尖 可当时的大清真正的一把手 是人家慈安太后 是大清门功门抬进来的正宫皇后 虽然没有孩子 但敌位 地位是你慈禧挑战不了的 慈安平时不管事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要诛杀安德陆 安大海的这件事情上不含糊 弄得慈禧也没脾气 只能是忍气吞声 而且公秦王一新的 跟慈安的关系特别好 人家是亲嫂和亲小叔 那么慈禧呢 处处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另外呢 光绪也跟他好 不和慈禧好 到了光绪十一年的时候 虽然没有亲政 但是可以单独的会见王公大臣 那言谈举止 光绪 已经是有了 已经有模有样了 连听证也有 看凑折的一个权利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慈安皇太后 就在那一年 突然就病了 就死了 汪宏和的日记记载啊 就是公亲王一新 跑着进攻凤门 一进来就起敌败患 说喊抓凶手 为我四舍报仇 可是完全没有了 平日的身份和老练 慈禧也来了 那天慈禧荣光焕发 药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因为他知道 他的机会来了 民间传说啊 慈安是吃了慈禧 送了一碗莲子针 莲子针 莲子针 慈禧送来的一碗 莲子针之后 就死了的 我还是那句话 这里面 慈安皇太后 贵为皇太后 他吃什么东西之前 一定会有太监失毒的 况且史料记载的时候 慈安很像是心梗 那年他四十五岁 很符合中年人猝死的特征 说到这里 我只能说 在关键的时候 运气总是站在自己的这一面 让他有能力 走到一步步 走到权力的巅峰 这只能说是造化弄人 成功啊 是我们每个人 现在都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 我和大家这时候 可能都是一样的 我以前也说过 要想成功啊 你首先要提高 你自己的认知 当然这时候 是必须要读书的 要读好书 我曾经给大家 推荐过这本书 叫做 苏世民 我的经验与教训 我喜欢读这样的书 非常的厚 你看 他这种书呢 比较有一定的 就历史感 有沧桑感 书中会凝结了很多作者 自己的想法 一些经验 但在这部书当中 就有一句话 让我给大家念一下 成功就是充分利用 你无法预测的 那些罕见的机会 但抓住这些机会的前提是 你必须时刻 保持开放的思维 高度的警觉 和严阵以待的姿态 并愿意接受重大变革 我想说的是 他这总结出来 是这四点啊 就是第一个 你要抓住超出认知 或者是你并没有 预见到的变化 那个很少人能够看到 这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这样一来啊 就说明了 这个并非每一个人 都能遇到机会 即使遇到了机会 你也不一定能抓住 所以这就是成功 具有了不可确定性 以及难以再次复制 那么马维都在他这个 一次电视的节目当中 就曾经说过 成功一定是不可复制的 首先我们对成功呢 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第二点呢 就是你要有开放思维 什么是开放思维 就是要学会突破已有的思维 定性和狭隘的这种眼界 举个例子吧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这种电商人呢 中间也是很明显的 认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商品产品 拿出来以后 拿来以后 都会再进行 在网上上销售 也就是这种思维定式 其实除此以外 这个市面上 还有很多的这种 盈利商业模式 但是我们接触到了 只有互联网 我们的认知 就只是进行这种 这种教育 思维太过于狭窄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在 自己在坐井观天 眼界太小吧 应该从多个维度 去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自己的生活 多去参观 多走访 多去看一看 实际考察 主要原因呢 还就是因为认知太少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要有高度的警觉 很多生意或者是商机 都是抢先一步 你抢先看到 发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对机会 有一种很敏感的 敏锐的敏锐感 和随时准备 接受挑战的勇气 和做好这种战斗的准备 这就需要长期 在社会的某个阶段当中 你要摸爬滚打 要进行锻炼 最后要说的就是 你要做好 接受重大变革的这种准备 其实创业也好 做生意也好 本质就是获得财富的 一种方式 赚钱才是最终的目的 你要保证在这个目的 不变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随时做出 一些的调整和改变 那么你为了理想而战斗 而奋斗 那是在成功以后 在媒体的面前的时候 你应该说的话 所以成功一定是偶然的 成功一定是不能复制的